来我们接着下来看对等连接词 我们之前讲过and的but 我们现在再讲一个叫做or or 好or或者 那它是对等连接词的一种 连接有没有词性相同的 单字或片语 那我们只要听到or或 那你都会想到或 那应该就是怎样 有选择性的意思了 对不对 看例句 are you a doctor or a nurse 你是医生还是护士 那记得doctor nurse是可署名词 要加er 不能漏掉 漏掉扣分了 好再来 is your teacher young young or old is your teacher young or old 如果是我的话 当然是要选择什么 选择样啊对不对 好再来 含or的问句 答句不可以用yes no 为什么 它是问你或者 那是不是选择 那既然有选择 你应该是直接做出选择后的答案 而不是说对或不 比如说 像第一句 你是医生还是护士 你会说对 我是医生吗 你应该说 哦我是医生 或者是我是护士 你会说对我是医生 或者不对我不是医生 懂了没 好的 所以or的问句不可以用yes no回答 很奇怪 看例句 is emmy his cousin or sister 他是他的表姐或是姐姐 是亲生姐姐还是表姐 ok好 他是他姐姐 不用说yes no 很奇怪哦 要注意哦 不能用哦 第三个 偶尔连接两个主词的时候 动词必须与最接近的主词一致 我们说句子一定要有主词跟动词 句子一定要有主词跟动词 句子一定要有主词跟动词 刚刚讲过的起始句都是没有主词 那不是没有那是you省略 ok好 这边 有两个主词的时候 很简单 有两个主词的时候 那那个动词就看他靠近谁 就是用谁的 alright is mike or john your brother Mike 靠近Mike 所以用is 好 再来第四题 or也可以使用于否定句 注意哦 这个 打一个信号 否定句的时候 就是怎样 连接两个单字或片语 然后都是怎样 被否定 he isn't my uncle or my dad 他既不是我的叔叔也不是我的爸爸 他不是我的叔叔或者爸爸 就是这两个都不是 这两个身份他都不是 alright 再看 下一个例句 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或喝饮料 don't eat or drink here 你看 不可以吃也不可以喝 不论是吃或喝都不可以 吃或喝都不可以 所以要用or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翻译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说sam的叔叔是54岁还是45岁呢 好 那岁数我们讲how old is某人对不对 或是is某人几岁对不对 记不记得前面有教过岁数的用法 要用b动词 是 那sam的叔叔是主词 所以是什么 三单要用is 所以呢 是 是 is sam's uncle 54 or 45 5 问好 好 请注意 那在这边呢 你可以用数字 那如果我们要用英文呢 你记得怎么写吗 用英文你记得怎么写 fifty sorry fifty 连字号 for 对不对 然后这是什么 forty 记得要forty 没有u five ok asam's uncle fifty for or 45 他年纪不大也不丑 这是一个否定句 是否定句 she isn 诶 这个年纪不大 请各位同学不要看到大就写big 好不好 用年纪的大是什么 young old 好不好 ok she isn't old or ugly 有没有 不老 不论是老或丑都不是 他不老也不丑 这边请注意哦 同学台词英文 Grandma English 你看到也会用and 请注意 提醒你 给他两颗心 如果你是Grandma English 台词英文 你看到不大也不丑 就会 she isn't old and ugly 你就会用and 不是and 否定句 否定句的也要用什么 or 不论是老或丑 他都没有 他都不是 好 再来 我们再看下一题 我们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或交谈吧 我们 我说包括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用that's 对不对 that's的不要是don't 还是not 同学 有没有讲过很简单 就是not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that's not 主事第十 所以在这里是地点 放后面去 我们讲事情是eat or talk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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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刚刚讲在这里是什么 here 然后如果是在这里面就是in here 记不记得刚刚前面讲过 let's not eat or talk here 好 第四个 不要在教室里喊叫或奔跑 在这一题里面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 所以是我对你说 所以主词是you 省略 而不是that's 请注意 那you 其实句的 否定 的不要 是not 还是don't 是什么 是don't don't 不要喊叫或奔跑 喊叫shout don't don't shout or run 在哪里啊 in the classroom 对啊 教室里面有桌椅有书包有很多学生在那边喊叫奔跑很容易撞到别人或者是你会撞到桌子会受伤请注意 don't shout or run in the classroom